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这消息一出啊 我们这大就立马炸开了锅 虽然事件变化一波三折 最后因为种种原因 同学们也没能够如愿以偿 但是呢 这一周学校还是来了不少大家想要一堵阵容的名人 比如说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莫言先生就来到了临水报告厅 莫言先生与文讯而来的同学们分享了如何讲故事 如何发挥想象力 如何运用明镜素材 如何塑造人物 同学们也感受到了大师的智慧和谦信 还有一位娱乐圈人士 她的才情让女粉丝崇拜 她的文字赋予旋律与灵魂 没错 他就是周杰伦的御用词人方文山 由方文山主讲的电影创作分享与诗词讲座 于11月30日举行 期间她向同学们分享了她创作歌曲的经验与感受 并与我校汉辐射的同学进行了精彩互动 方文山老师亲切温和的谈吐与待人方式 更是让我们对她好感背身 在这也预祝她指导的首部电影 听见下雨的声音能够取得成功 逛街就逛迎太城 说话就说普通话 由浙江大学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第12届普通话大赛 首次走出校园 在晨曦英泰龙中举行 决赛现场 中国组和外国组的选手 口齿伶俐各显才艺 精彩封城 同时 校实家歌手 紫金达人秀优秀选手 文琴舞团 继月非洲谷等社团 也献上了卖力的表演 为选手们加油助威 此外 抽奖活动更是精彩不断 最后 大赛在缤纷的彩带中完美落幕 想必大家都还记得2005年春晚 《牵手观音》曾给你带去的震撼和感动 11月28日晚 浙江省残疾人艺术团走进浙江大学 施朗诵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舞蹈 前江弄潮 牵手观音等节目的精彩演绎 感染了现场失声 在主持人的指引下 同学们高举双手热情的挥舞着 这是听障者能听到的掌声 话说 这大大类培养的教学方式给了同学们更多的选择 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不少大一的同学感到焦虑 到底今后该选什么样的专业呢 上周 生科院的傅成新教授带着七位尚未选专业的同学 逛了他的专业 生物科学 作为专业导游 傅教授带着学生们参观了他的实验室 其实本次活动是我台近日启动的一项公益项目 带你逛专业的第一期 通过网上召集期待寻找到好专业的同学 同时邀请好专业的好老师 在好老师的带领下与该专业面对面 让同学在未来选专业的时候可以更有目标与抉择 之后也会推出更多的逛专业活动 同学们可以关注浙江大学电视台人人主业的最新动态 最后来说点简讯 由浙江大学紫金港艺术团亲情打造的祝紫义大型晚会 于11月29日晚拉开序幕 看俊男美女的热辣走秀 听韩国单眼皮帅哥的深情谈唱 想必这场晚会为大家带去了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 11月30日浙江省第26个世界艾滋病日现场活动在紫金港举行 今年的活动以行动起来向林艾滋迈进为主题 号召全社会积极投身于艾滋病防治工作 遏制艾滋病的流行 浙江大学第15届学生社团文化节闭幕式 即会出这世界文艺晚会 作为本年度全校最大的社团分采展会 将在12月7日晚6点半与小剧场精彩上演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12月5日6日前往文广现场领票 以上就是本期话说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对我们的栏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 或者想要给我们推荐图片 都欢迎通过屏幕下方的方式联系我们 也欢迎继续关注这大电视台的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